优雅的國月為2015茶香話而語 綠潭地閒情 麒麟潭洞頂山茶會增設不少 議員許素霞及吳瑞芳 都特別抽空參與這場茶的盛宴 土國鄉是一個茶香 所以今天和社區同時來做一個結合 比如我們的芳芳社區和英雄社區 在這裡有很好的茶匙 鄉親來喝以外 當年也有柔察作的技術 來給我們的芳芳體驗 所以我跟館公和我們三業 農業是一定要做一個結合 今天是最好的印證 所以在這裡也歡迎我們社會的芳芳 如果有時間可以來這個步道來走一走 因為這是我們館戶和工廁所 整個路線沿路的一個風景 真的是非常漂亮 也非常安全 所以在這裡也感謝我們主辦單位 也希望大家有時間的話 可以到我們露箱來走一走 除由周遭社區的茶師 擺設茶席代客之外 藉著更有精彩的紅茶柔簾DIY 親子同樂 場面是相當溫馨 來體驗這個紅茶手草做 這是我們傳統的作法 紅茶的作法跟黑龍茶的模仿 它的外型 紅茶是比較直條 烏龍是整形是橢圓的 因為製造過程 它就是盛愛拖 今天採收的話 明天採炒 所以它拖下去水 那個湯頭 茶水就比較順 香味 口感都非常好 透過此次活動 不僅增加在地灘上的收益 也行銷露骨茶的好 東京烏龍茶的紅茶DIY 因為我們平常是 我們家的茶比較貴 冬的茶比較貴 我們沒辦法做紅茶 我們現在就用我們的秋茶 跟我們的夏茶來做一個紅茶DIY 現在在家裡做家裡的效果都不錯 就是說我們的遊客 都會回頭綠都很儘管 他們自己做 自己所做紅茶 他們感覺說自己做的茶 都一定是最好吃的 這是我們讓遊客做一個體驗的活動 我們對我們的歐農地的 小業種的紅茶的推廣 有很好的一個目標 洞頂山茶會將觀光與農業結合 吸引了不少人潮 一掌和順風相當肯定 也歡迎大家有空到麒麟潭走走 喝杯好茶 明星從西路股採訪報導